OTT時代來臨網路劇崛起 知名演員謝祖武就接連演出多部網路劇 艾爾曹蘭睽違多年也選擇在網路劇重返戲劇圈 本土OTT平台推自製劇 業者就表示 藉由網路數據可以從戲劇開拍前 就能夠分析觀眾喜愛的卡司與題材 你要靠我這個老爸幫忙 爸 你的意思是 你要跟我一起去上學 描述父親靈魂出竅 附身在女兒身上發生的一連串搞笑故事 由演員戲主黃沛佳擔綱主演 還有曹蘭睽違十年再度回歸戲劇圈 網路劇主打青春校園喜劇 號稱可媲美電視規格 就把戲演好 不管在哪個平台 其實那都是一樣 在哪個平台 你戲演得好 你努力觀眾就會支持你 台灣本土OTT平台 雜大錢推自製劇 業者認為相較於電視台 更能掌握觀眾的客群樣貌形態 下廣告獲取收入 而在戲劇推出前 還能用數據精準鎖定觀眾群 我覺得數據的使用 是我們一直很強強調的 最有機會的題材 加最有機會的製作團隊 演員的演出 把它在我們數據的計算底下 然後去讓這個戲劇可以開始拍攝 接著表示台灣每個月約有1000萬人 會用網路看劇是龐大的市場商機 只要有好的內容 就不怕沒續唱 新的還有天使 胡宗漢 張雲廷 談得非常棒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可以說